大家好 我刚下班 身上还穿着公司的hoodie呢 所以就手持自拍杆 跟大家做intro吧 我今天要说说意大利人怎么吃南瓜 义式南瓜会饭 Pumpkin Risotto 说起南瓜 在咱们中国人餐桌上 可有点缺乏重视啊 这能甜能鲜能干能提的 不应该啊 其实吧 中西方吃南瓜的思路都差不多 咸的入菜甜的做点心 咱们今天这个义式南瓜会饭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西方 咸口南瓜料理 废话不多说 快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这是一颗日本南瓜 哎呦 给它切歪了 不过没关系 然后给扒出去 先把它切成一个比较平整的小块 把皮切掉 简易做法 不再搅拌机里打碎 所以就尽量把它切成比较小的块 我最终也只用了四分之一个南瓜 剩下的这些呢 那我就做一个日式甜酱油炖南瓜 大家也请期待一下我的视频哦 顺便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给我点个赞 虽说啊咱们今天的主角是南瓜 但是提起有多的我还是忍不住要多介绍一下 这种讲究用洋葱 红油高汤白葡萄酒帕马甘烙甚至藏红花慢慢熬煮到浓稠绵密的米饭料理 可以说是意大利最常见的米饭吃嘛 必定是拿米饭吃成CV 所以才会加那么多又精贵又重口味的材料嘛 不过啊如果大家只是家常吃吃尝个鲜 就不需要讲究那么多了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抓住洋葱味高汤味和芝士味这三样 我认为你的risotto就是过关的 意大利炖饭呢我们是要用高汤来煮 配件使用的是鸡汤高汤 但是我今天家里有的是牛骨头汤 一到炉边去做饭吧 出点橄榄油 这个洋葱和蘑菇放进去给它调一调 让它们出香味 是一个功夫菜 一会儿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 洋葱变得半透明的时候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两分钟吧 我们今天用的米就是一般的家常米 我没有专门去买那种意大利会饭的专用米 因为划不来 划不来 我们锅刚洗好的米把它放进去 就这样干炒一下 烤一烤 现在这个锅是完全干了的 然后这个米呢 你在煮煎烘烤的过程中 颜色也会稍微变得微微的焦黄 这个时候我给它加一点底味 放一点盐和黑胡椒 切好的南瓜 因为有一些菜谱它会要求大家 把这个南瓜给先弄熟了 或者烤熟或者蒸熟或者煮熟 然后把它打成泥 我就没有这么复杂的来做 直接和米这样一锅煮 一点点的加入我们的高汤 注意关键词 一点点的加入 加进去一点 慢慢的这样搅动 让米饭吸饱所有的水以后再加一点 然后再点担 再加一点 然后再点担 大家看到刚添水进去 它的水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小洞碳 让这些水 完全本力吸收饱满 注意要用小火 中小火 做灰饭一般用到的是 sage这个东西 但是我以为我家有的 但我发现我好像并没有它 就用time来凑合一下吧 再放一点迷迭香 又一次要添入高汤啦 慢慢慢慢没有感觉 慢慢慢慢 吃过了十多分钟 添了也有四五次水了 有一个要点我跟大家强调 也是我今天做的不太到位的一点 那大家一定要选一个宽口锅 食材一定要在这个锅的底面给它铺开 它不能太高不能太满 这样它才比较容易水分蒸发 看这个情况啊 大概还得再过个十几分钟吧 用我的爱好关怀 把它慢慢的除熟吧 耶 我又回来了 我要拿出另外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帕马森芝士擦虫丝 弄进去 换多少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喜好了 理论上呢 这个东西需要的比较多 瞬间就换了 我瞬间觉得好像不太够 一会再补点吧 煮到这样的程度 大家看到吗 就完全大功告成了 能留一点点小水珠 完美 吃 Carter 20 2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